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堅仔市集美馬節目時間 我是波仔 接下來星期六 有十場入馬賽事在沙田馬場上演 跑七草三泥 全部都是1200米的泥地賽事 分別是三四五班 這次賽船市集的馬 比菊草剛剛那次多得多 選了幾匹馬給大家看看 立即回到堅仔賽馬的介面 先去到第三場賽事 大家在新年或春明 我相信近期都說得很多 就是喝杯 這匹馬上一次贏了 也相當輕鬆 賽前博一博 究竟私家三跑道十檔 會不會有危機呢? 但潘頓大哥有時候 和你用心跑那場馬 真的放得很漂亮 就像昨天的合火奔馳一樣 好了 說回喝杯 即使上次潘頓 跑得漂亮之外 因為在上次的428場次 好精神和致勝時機 兩隻都是後聚的 合火奔馳 就是在潘頓正眼尾一掃到 咦?前置方來得他 喝杯贏之餘 合火奔馳也是前置馬 跑得最好的第二匹 所以立即被抓了 海南堡今次都會出 大家要先記這場的428先 好 看看尹寶寶寶 今次都是選私家三跑道出 也看看三月八號那一課的試集 好了 這一課集中 都可以看龍騰飛場 龍騰飛場今次會跑第二場的 泥地 還有拜錢也會在 星期六會上陣 好了 這一課集中 喝杯就排著二檔起步 一檔一隻就龍騰飛場 拜錢今次會跑第七場 好了 王騎舉之後 準備一起步 雖然喝杯不是特別快 只不過中間那隻藍袖 拜錢也是快襲 龍騰飛場也是快的 但兩個戰報之後 喝杯已經上來前列了 再介一介第三場 這場有時間補 海南補 雙補應該會帶頭 而喝杯這次的檔位 也不需要怎樣 在外面 即是要靠近 陸檔 如果像上次那樣 咬回一個異碟位 昨天你看看他 精算步雪 要贏的時間 很快已經異碟了 不想過麻辣 就飛出去 看看上一次 贏馬輕鬆 加了六分而已 當然磅位少了 去到133 但是這場第三場的對手 不是特別強 這組的四班千二 有機會是連接的 這些貨集回來 六三那隻 陸檔還沒有上來 當然是很合理的 但是這隻第二位 紅袖的飲杯 都沒有散 都休息一個月 小集再來 應該都有機會是連接的 所以這隻的飲杯 都應該要記住了 而另外這一組馬裡 除了海南寶 可能會放頭之外 上一次的賽政不頑 贏眼光這一匹馬 都似乎是 在循序漸進當中 他在3月8日裡面 也試了貨集 他就試了千二米集 安尚人當時就是董明朗 董明朗今場 沒有跑這隻馬 他就跑這個 這場是沒有座棋 但是給賀冥蓮也是阿塞的殺手之一 最大外檔 七檔的就是 營眼光 起步的反應是相當不錯的 比兩步的情況之下 也放在前面就好 至少預計 這隻營眼光 這次四檔起步 可以咬手好來跑 賣到來耳蝶就是營眼光 賣了藍就多多彩彩 最後贏上來的就是 包含一隻可愛新星 在蟲化市集裡面 那個彩彩是比較深的 還有直路相對有感覺 雖然結構也挺像沙田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蟲化市集 都是有點蓋著的 所以回來 小小短的營眼光 我覺得不算太差 至少給我看到 它雜傷的反應 沿途的操控 起碼這隻馬都怪有些 所以這次四檔應該有難幫到它 未必一定贏到 未必贏到一杯 但是如果配角裡面 我覺得這隻的賽購馬 大家都可以去兼顧著 入到直路 你看到董明朗 都是順勢按著回來的 裡面那些冯月冰兩泵 那些開心星 都要騎才能過到它 所以我覺得這隻的眼光 大家都可以 稍稍保持它的進度 接著去到第七場的時間 第七場 三號碼海旋時光 上次轉去泥地 不明物體 就贏了 這次也是休息第一個月 也有做集的 看看3月4日的重化 直路集 同組裡面有跑了第九場的 九五尺土 還有跑了第八場 是陽光勇士的 在正面前 四二號就是海旋時光 當時排著三檔起步 一檔是九五尺土 四檔有些扭計的 就是陽光勇士的 一向的僵口脾氣 都還未算是要唸的 起步的白鼻窟白衣 黃藍黑格仔 就是海旋時光 快閘的 入面九五尺土 都是慣常的速度 定了一個中下位置 裡面產色的三個筆 就是陽光勇士 待會也會追上少許 跟著在馬林中間 主要這一貨 我們先看看海旋時光 快閘 雖然它是小岳頭 但這隻馬也不算太搶口 反而又有餘勁 外面還有一隻高分的好眼光 117分 最後就蓋贏了這一貨閘 這隻海旋時光 上一次雖然放在前面贏馬 但是你看看左右旁邊的好拍檔 全龍區 以及旋風飛映天人健 幾隻馬全部都是後上的 我覺得上一次的海旋時光 是前戰馬當中 放在最好的一匹 有機會是出色頭馬 慢步速開的快時間 這次去到第七場的時間 其實快放晚都不算太多 所以我覺得這隻海旋時光 新勝可能去到貴宗打後 有機會是連接的 因為剛剛才當起 這次遇上一些雙翼的對手 黃吉立在快 但是他中距離的速度 至近不惜天能見好拍檔 花國賀王 快勝這些 都是叫做中置或者稍留來追的 白檔海旋時光 可能都是順勢 刺進來來飽 形勢也是會好的 好了 看完之後 看完第八場吧 第八場 剛才看過楊安勇士 他在市集有少少禮計 今次的十檔加了一些磅 有少許考驗 我最想看的就是黃黃快區 黃黃快區前一貨集 2月27日 起步 旁邊也有些賣喜琴 影響了他自己 那貨就試得不太理想 慢了集 3月7日 霍雲昇去代市 他就排著外檔起步 同組裡面還有一些鐵三角 鑽式吹燦 都會在這次賽事裡面 上陣的 好了 今次這次黃黃神 初出波仔已經在自己的心勢裡有介紹 追得很好 追時間寶拿火奔馳 上一次 今晚上1400 排著十一檔 樓後 毆猶武士 自己賺了步速贏 再出 他也爬得不錯 那組的金會星星 三位同心 都有些追誓 所以他上一次初上1400 樓後時萬步速 輸過來馬威的表現都是不錯 當然 這次放在潘頓、斯嘉三、外檔 都是有些考驗的 因為斯嘉三你不知道會不會 試不起腳程 但是臨場去到第八場 就可以去觀察一下 究竟是否能追 入直腦 他仍是有一點點 這個粉紅色衣的距 還未能轉到腳 你看到安常 霍雲昇都不斷想 摔摔摔摔摔 但是這隻馬 沒有轉腳 都依然肯追 我覺得他的進度 都在循序漸進當中 要看看賠率 希望楊光勇士 會不會扯一些票 如果他太熱的話 旺旺神居 雖然近況或者賽跡不頑 但是如果太熱的話 只要大家買哪些人 都是不便宜的 即是不划算 即是不划算 即是不抵賣 那就還要做配角 但是給大家看看 他的反應 各方面 起步 都是順滑的 那就和大家去看看 這件事為主 好 好了 今次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 差不多了 今天和大家看了幾隻馬 如果大家喜歡 稍後時間 在YouTube裡面 看這個影片的時間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一早已經在 堅者創馬APP裡面 去收看這個節目 就感謝你之前 下載了我們的 堅者創馬APP 在你的手機和平板電腦上面 如果覺得我們的APP好用 記得要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一起收看 好了 今次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見 堅者創馬 再和大家聊 拜拜 拜拜